我从小就是对哲学感兴趣 三四岁的时候 每次我吃饭的时候 不吃饭我就开始思考 为什么我是我 而我不是这个茶子 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茶子 所以我对这些 特别是对认识论的问题 感兴趣 高中毕业以后 去伦敦认识了一些香港来的朋友们 然后他们跟我讲很多 中国文化的事情 然后也教我用筷子吃饭 我当然马上对中国哲学 产生了很大的很大的性质 所以这是我的那个西地 是关于唐诗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听的是 张九龄的感育其一 实际上我以前已经一直 特别想到台湾去看看 因为我已经经常在大陆读书 我得到了他们的奖学金 然后我在南开大学和北大读书 我和台湾有缘分 我总是我一到那里 我就觉得好像我找到了 一个第二个家 这都是台湾学家 然后这里也有一些 这是我们那个 Asian Studies 在这一方面 特别是台湾学家的 这种想法的 是台湾学家的 和中国的 极典中文化 的传统 他们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他们会觉得 现代化不应该等于西方化 我们必须保持 自己的文化的一些最重要的 最有意义的东西 1950年以后 就是共产党的政 我就希望自己的学者 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所以台湾的哲学家 他就继续转入中国传统的哲学和乳学 不但是乳学 也有道家 也有佛学 然后他也把它和西方哲学联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 真的在20世纪的话 这个台湾的新乳学的哲学家 他们的意义 真的非常了不起 我是1996年成立 劉比亚纳大学的亚洲学习 另外两个同事 我们三个人一起成立 比如我开始教语言 然后文学 然后到过几年 我才有机会开始教我自己的专业 就是中国哲学 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我能让他们接近这个华语文化 也是台湾文化 我觉得中西哲学的对话和比较非常重要 而且我觉得现在比以前更重要 环境的问题 然后战争的问题 现在我们面临第三世界战争的危险 只能是通过全球化的合作 然后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如果西方人还继续保持那样的无所谓的态度 过20年 他可能不懂这个世界的主要的动力是从哪里来 所以是我们非常需要这个知识 而不是你们 我的最近两本书都是总是这个方法轮的问题 就是那个比较直学的方法轮的问题 虽然读者的范围比较小 没有很多人可以看 但是我觉得还是重要 在我的专业里面还是非常重要 人告诉我们 这个humanism 他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 所以我们都应该尊重别人 我们也应该对别人产生一种情感 所以这个关系主义伦理是辱学现在当代的这个时候 可以给全人类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